嗨,Simo,自动驳出 驳出开始,请时刻注意周围环境 优雅上流 Hello,大家好,我是滚滚,欢迎收看新的一期眼车官X 最近跟汽车机器人杠上了 上周五刚在我家边上参加完了他的上市发布会 过了一周,我又来试驾到他了 那么首先给大家上一段才艺啊,大盆展翅一下 嗨,Simo 你说 打开所有车门,打开后备箱 好的,好的 这时候觉得电动车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至少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嗨,Simo 我在 关门 好的 关于这台车的外观啊,我之前在静态的那期节目里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 这里也打个广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那一期的视频 但是这一期呢我想补充两个点 就是这台车让我感到与众不同非常有心意的地方 一个就是它车外 四个部位 车头,车尾,然后左右两侧在后视镜这边 一个地方它有两个扬声器和收声系统 就是你在车外呼叫,嗨Simo的时候 它就能够响应你的需求 无论是开关车门,开关车窗 然后升降尾一啊 打开灯语啊,播放音乐啊 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 这也是极越01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 我之前在文章里面也写到过 就是说电动车门 我一直以为它会有些累赘,有些不方便 但极越01它的电动车门反而有些颠覆我的印象 甚至感觉让我有些打自己的脸啊 为什么呢 首先是这扇门它 它整体的设计和它的一些产品定义 是非常的完善的 前面的Okshaw上面 极越的公关也说了 极越他们甚至有一个专门的产品经理 整整两年半就研究这一扇门 你说它还能研究不好吗 是不是 所以说它能实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不用动手 就完成上车下车的这一模一个步骤 只要互换它的云助手就OK了 然后另外它还拥有电锡门嘛 所以说它也不会像一些电动车门死沉死沉的 当你要关门的时候 你轻轻一推让它自动吸河上面就完事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你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一下 科技正在随时随地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说不定过个十年以后 所有的车都是电动门了 是不是 嗨CMO 你说 打开主驾车门 打开主驾车门 好的 好的 那我们话不多说来到了这个非常科技简有有质感的登月座舱里面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就是当你踩刹车的时候 它不仅能够关闭车门 你看它现在还能直接调整到一个座椅记忆和方向盘记忆 包括后视镜记忆这些联动的功能能够让你直接一秒钟挂档完成行车 非常的有仪式感也非常的方便 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那些行驶里所有的电动车新车都在宣扬自己的内饰有多么的科技简约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比得过几月的 为什么呢 你看它除了一个果然的方向盘 还有一个35.6英寸的6K大屏 什么都没有 它甚至连转向拨感和雨刮拨感都没有了 它全部集成在这个方向盘里面 有一种在开乏力的感觉啊 兄弟们 你敢想象吗 现在乏力只要30万就能拥有了 太香了对不对 哇 几月01它的扬声器没有贴标 但是它是使用了一个RoboSound的这么一个品牌吧 但它很有仪式感 你看到在两根A柱里面 它有一个升降的扬声器 就像B&O一样就非常的上流啊 然后再来说这个登月座椅 造型好看的同时 它真的坐起来非常的舒服 支撑性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头枕 我是真的很喜欢 就像那种几千块一把的人体工学椅那种感觉哦 那么当然 几月01它整体的重点除了这个像宇宙飞船一样的悬浮岛以外就一定是这个35.60寸的6K大屏了是吧 毕竟它可是业界首发搭载8295芯片的哦 它的算力可是8155的八倍之多哦 下一代的天花板芯片就是它 还有我们的几月01是新鲜科技的首发者 那么先给大家展示一下8295它有多么流畅吧 而且除了非常流畅的大屏啊 其实极月01它最厉害的一点在于它的车内AI语音一起动 非常的高级 HiSIMO 导航到人民广场 开始导航 开始导航 打开主架座椅通风按摩 我想听纠结轮 4米85的车身 3米的轴距 这么一台中大型SUV的后排 非常的宽敞啊 这么多权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极月01非常适合做专车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块屏幕 它甚至能够显示你到目的地的时间 然后还有多少距离 是不是非常适合做专车 哦对了 当你后排开门的时候 这块屏幕还会显示 你后方有没有障碍5 如果有的话 你的门是开不开的 这项功能真的是我之前在静态的体验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了 非常建议各家友商都推广上去 绝对能对我们的道路安全有所保障 旗月01四扇都是电动门 总有人会怀疑它的安全性 其实除了电动机构以外 你会发现每扇门的这个地方 包括前门在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物理的机构 就是防止你万一没有电开不开门 而且不仅如此 旗月01它还做了一个安全的笼鱼 就是如果当它检测到车辆发生碰撞 然后真的整车在碰撞模式下断电之外 它在后备箱里面还有一个蓄电池 是专门用于车门的开启和解锁的 这项安全笼鱼是绝对能够让你吃一颗定心丸的 上次在室内盆拍的时候没法开 就只能玩玩车内的全屏的矿跃飙车怎么样 而现在呢我终于能够把这台544马力 0308秒的汽车机器人开上路了 赶紧退出游戏 我们出发 毕竟是吉利和百度两家巨头强强联合 然后打造出来的汽车机器人啊 应该说在驾驶层面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这台车它是出自于吉利旗下最先进的浩瀚SEA架构啊 极客的车型呢也是出自这个架构 所以说这个平台它主打的驾驶层面上的一些东西 还是非常先进的 同时驾驶感受你也是可以信赖它的 吉月01给我的感觉就更像是百度负责它的内功 然后吉利负责它的外功 然后强强联合内外兼修 包括这种驾驶感受 都是让我感到非常熟悉的底盘 非常的规整绿震 也是非常的舒适 然后转向的感觉呢 它是两极可调 然后我是更喜欢比较温柔的 更轻柔的那一档 然后我觉得更加舒服 同时它的转弯的指向性呢 也是比较精准的 我觉得这台车它在赛道上的表现 应该也不会差 毕竟它的马力也这么大 加速也这么快 然后高速过弯的时候 前面我们来的路上也试过了 它的整体的支撑性也非常的好 侧倾抑制的也非常的出色 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名老司机啊 就是平时开那些更加传统的车型比较多的话 开几月零一之前 你还是需要适应不少地方的 首先一个就是像新的Model 3啊 像法力一样的集成在方向盘里的转向灯啊 然后你不要在这边找波杆 因为它是没有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它挂挡杆都没有 是要在车机屏幕里面去控制啊 千万不要手滑点错了 不然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那既然要倒车 其实你完全都可以不用挂倒档 为什么呢 因为极月零一它的记忆倒车 包括代客泊车 自动泊车都非常的优秀 我们刚也演示过了 现在就切空镜吧 那么当你停完车 发现两边车都离你太近了 然后如果你像我一样 还有点胖的话 就进去不太优雅不太体面 那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极月零一 那么你就可以 嗨 星某 你说 自动驳出 驳出开始 请指示住你周围好 优雅上流 早上我们用时一个小时左右 开了50多公里 从家庭的酒店 来到了松江的餐厅 但这一路上我驾驶 这台极月零一整体的 路途是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放松的 为什么呢 首先是你驾驶的时候 可以通过呼唤 语音助手 然后来给你进行一切的服务 比方说打开你的座椅通风啊 比方说打开座椅按摩 比方说你想听谁的歌了 它都可以帮你放歌 帮你进行一些娱乐 放松的这些工作 就像你的贴身管家和秘书一样 另外一个让我更加轻松更加愉悦的 当然就是它非常优秀的 PPA城市领航补助系统了 它能依托高精地图 完成点到点的自动领航啊 而且这个高精地图在上海的覆盖面积 还是非常广的 包含了几乎所有的高速路段 高下路段 还有大部分的主程区道路 所以说这个功能太好用了 而且说实话 它不像一些很笨拙的驾驶补助系统 它的一些变道啊 一些跟车啊 一些加减速 一些对于时机的把握 真的就像一名 拥有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啊 不是那种闷闷懂懂 跌跌撞撞的新手主题 就像现在我为什么能够 这么云淡分轻地给大家 分享这台车的驾驶层面 也是因为PPA正在帮助着我 哦对了 这套来自于百度阿波罗的 纯视觉的驾驶辅助 可是国内首家哦 而且你要知道 特斯拉这个功能在国内被搬了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几月01 可是纯视觉驾驶辅助领域的 领头羊河唯一的独苗了 现在那些新势力啊 都在卷极光雷达数量 还有自驾芯片的算力 有多少多少 几千几千Tops啊 但其实几月01用这套阿波罗 用这28个感知硬件 来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始终还是经验的累计 还有算法的更新迭代语程 看到我今天穿这件T恤了吗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汽车啊 流行的是超长车身 火箭尾 皮质沙发 大V8 那是个美系豪华敞盆轿跑车的黄金年代 而在2023年 在我身边这才几月01 第一次让我领会到了 未来汽车的这种魅力 它的优秀而卓越的 城市领航辅助系统 它的功能齐全的AI语音助手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 而不可磨灭的印象 谁说汽车机器人 一定要像大黄芬 像晴天柱那样 会动会跑会飞 吉月01告诉了我们 如果你足够的智能 如果你足够的出色 那么你也可以被冠以这个名号 好的 我是滚滚 这里是燕车官X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